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持有代受的非流动资产和主制组 上节课谈到的是持有代受类别的分类 或者说它的确认问题 那么第二个大的标题开始介绍 持有代受类别的计量问题 这个内容更加的重要 对于持有代受的非流动资产 包括处制组当中的非流动资产 的计量 说除了下列各项以外 均按照持有代受这个准则 也就是42号准则来进行处理 那也就是说CAS42号持有代受这个准则 是有适用范围的 不是适用于所有的非流动资产 那么下面这些就不适用于这个准则了 第一个采用供应价值模式 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适用的是投资性房地产准则 那么第二个采用供应价值减掉出售费用后的 净格计量的生物资产适用的是生物资产准则 第三个职工薪酬形成的资产适用的是职工薪酬准则 那么大家知不知道职工薪酬形成的资产指的是哪一个资产啊 有人说那应付职工薪酬是负债 没错 应付职工薪酬如果计贷过那当然是负债了 那这里边职工薪酬形成的资产说的是谁呢 就是设定受益计划的那个计划资产 在职工薪酬那章我通过图示的形式给大家讲过 那么第四个是地盐所得税资产适用的是所得税准则 第五个由金融工具相关准则规范的金融资产适用的是金融工具相关准则 第六个由保险合同相关准则规范的保险合同产生的权利 适用的是保险合同相关的准则 那么排除的这六个有什么特点 要么它本身是按照供应价值来计量的 没有必要按照本准则了 因为按照本准则后边大家会发现 是按照供应价减掉出售费用后的净额于谁呀 应该说账面余额比较准确 赎低来计量 而这里边要么本身是供应价值计量 要么它本身供应价值很难确定 比如说电源所得税资产 你能取得它的供应价值吗 很难吧 所以这些呢就不按照42号持有代数准则来计量了 我们有一个了解就可以了 那么处置组里边的流动资产 还有上述除了第一至六项 所述的非流动资产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以及所有的负债 这是第三个 那么这三个项目适用相关准则 明白了吧 也就是说这三个项目 它的计量适用的不是持有代数这个准则 就是适用它们原来各自的准则 那下面呢我们是分三个阶段 对持有代数类别进行计量 第一个标题呢是换分为持有代数类别之前的计量 那么应当按照相关准则的规定来计量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当中各项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 那相关准则说的是什么意思 那你就看你划分为持有代数类别的非流动资产 原来它适用的是什么准则呗 如果是持有代数的固定资产 那么这个阶段之前呀 它适用的是固定资产准则 我们就是按照固定资产准则把当月的 就是把划分为持有代数类别当月的折旧给人家记提出来 算出来截止到划分为持有代数类别之时 它的账面价值 按照这个账面价值把它转持有代数资产就完了 那么这个阶段的处理呢就好比你和他吃一顿分手饭 来一个什么来一个来一个吻别之后 你们彼此都变成对方的前任了 那么以固定资产为例会计分路是这样的 我们把当月的折旧记提出来 代累积折旧借相关成本费用 你说这个是按照哪个准则处理的 这个是按照固定资产准则 因为按照固定资产准则 当月减少的固定资产当月怎么的 照提折旧 所以你得乖乖的先把当月的这个折旧记提出来 那么这笔分路就好比什么 我刚才说的你们两个来一个吻别 那随后呢 我们把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充了 代固定资产借累积折旧 那这个累积折旧当然包括当月记提的折旧了 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如果之前有的话 那就把它的账面价值充掉了 按照这个账面价值 我们确证一个什么 持有代售资产就结束了 例题 企业A拥有一座仓库 原价是120万元 年折旧额是12万 年折旧额12万 一年12个月 12除以12 月折旧额呢 1万块钱 至二某16年底 已经记得了60万元的折旧 那么二某17年的1月31号 企业A和企业B签署了不动产的转让协议 你在获得了什么 确定的购买承诺 你在六个月内把这个仓库转让 假定该不动产 满足持有代售类别的划分条件 且不动产的价值没有发生检视 那要干一件什么事啊 吻别啊 把当月的折旧记提出来 刚才说过了月折旧额1万块钱 所以我们待累计折旧 借啥东西 因为是仓库 仓库发生的 费用寄到哪里去 寄入到管理费用 要不要寄入到存货成本 不要的 我们在存货这张谈过呀 算存货的成本 截止的时间点呢是 要么是入库 要么是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 入库以后的仓储费 寄到管理费用 所以呢我们待累计折旧 借管理费用是1万块钱 由于之前已经记提了60万元的折旧 再加上这个月的1万块钱 那这是多少 60加1 61 而它的原值呢 是120 120减掉61 账面价值呢是59 所以第二笔分落就出来了 我们要带固定资产余额120充了 借累计折旧61充掉 那账面价值59 借持有代售资产就可以了 OK 那第一个小标题 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之前的计量 就讲完了 第二个小标题 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之时的计量 可以把它理解为持有代售资产的初始计量 那么初始计量的原则是什么 提减值啊 如果说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整体的账面价值高于其公允价值减掉出售费用后的进额 你看看这个提法 跟资产减值准则里面谈到的公允价值减掉处置费用后的进额 是不是很类似 为了区分他们两个 那边叫处置费用 这边叫出售费用 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 如果前者高于后者的话呢 我们应当把账面价减记这个金额 减记的金额 即提减值准备 确认减值损失 分录呢 是借资产减值损失 待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 你看看他的这个处理 是不是很有特色 因为普通的资产 我们提减值往往是在资产负债表示 而持有代售资产提减值 是不是提前了 提前到什么时候 提前到他初始确诊的那一天 他出生的那一天 所以这个特点大家要把它把握好 那这里边的出售费用 是指直接归属于出售资产 或处置组的增量费用或增量成本 包括为出售发生的特定法律 服务费用 评估咨询等等中介费用 也包括相关的价内税金 消费税 承建税 土增税 印花税等等 但是呢 不包括财务费用和所得税费用 用的是稀税前的 你看看他的这个规定 资产减值准则里边 供应价减掉处置费用后的 净额当中的那个处置费用的规定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那下面第二个小小标题呢 是取得日 就把它划分为持有代受类别的计量 来到那天啊 这个项目 就是以持有代受类别的身份出现的 它的计量就比较特殊 是取两个数的缴地者 哪两个数呢 一个是假定期不划分为持有代受类别情况下的 初始计量 净额 比如说我花多少多少钱把它买来的 有一个数字了 相当于是历史成本 付出对价的供应价值 那另外一个呢 是供应价减掉出售费用后的净额 按照两者熟低去计量 如果这个净额更低的话呢 我们就按照这个净额来计量了 这样的话我们花掉的这个钱 比账上确认的这个项目的金额是比较大呀 就形成了一个建方的差额 这个差额按照准则 它的教材和准则原文啊 是说除了企业合并以外 形成的差额寄到资产减值损失 我的讲义当中把除了企业合并以外 之后字样给删掉了 为什么 因为准则的教材在前后矛盾啊 那这文字呢 虽然说除了企业合并以外 但是他给的那个例子就是企业合并 产生的差额也是记住到资产减值损失了 所以为了不增加大家的烦恼 就直接按照这个来的 分路呢是带银行存款登的 我们花掉的钱 随便编一个数吧 比如说五千万元可以吧 而它的净额 就这个数字 假如说是四千万元 是不是得按照熟敌者计量 借持有代售资产的是四千 产生的借方差额是一千万元 把它进入到资产减值损失就可以了 那么大家注意 这个资产减值损失呢 是属于哪一种呢 是属于在什么时间段所确认的 我们应当把它理解为 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之前 注意啊 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之前 所确认的减值损失 那么这个减值损失啊 当时是执行哪个准则啊 非流动资产的减值 那一般来讲呢 是执行八号资产减值准则 这个减值损失是不让转回的 后边通过例子做进一步的说明 大家就会有更好的理解了 例题 二毛17年的3月1号 公司L购入公司M全部的股权 支付价款是1600万元 你看看买股权 这不就是企业合并吗 那么购入该股权之前 公司L的管理层已经做出决议 一旦购入公司M 将在一年内把它出售给公司N 这是为转售目的而取得的子公司 为了导手赚差价 那么公司M呢 在当前状况下是可以立即出售的 预计公司L还将为出售该子公司 支付12万元的出售费用 算进额的时候呢 要把它减掉了 公司L和公司N计划 就是卖方 这个是买方 没问题吧 那么计划于二毛17年3月底呢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情形一 公司L和公司M初步确定的 股权转让价格呢 是1620万元 用1620减掉12 这叫供引价值减掉出售费用后的进额 拿它跟谁比呀 这个例子呢 假定是非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如果说不把它划分为持有代数类别呢 长期股权投资是按照合并成本确定 合并成本是我们付出对价的供引价值 1600了 那就拿1600跟谁呀 跟他们两个的这个差进行比较 1620减掉12 应该是16多少 08吧 按照熟低者 按照熟低者是谁呢 1600来入账 而我们花的钱呢 是1600 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出现差额 不涉及到确实减值损失问题 那么情形二呢 说公司L尚未于公司N 一定要转让价格 购买日股权的供引价值和支付价款是一致的 我们认为这1600呢 就是这个点上它的供引价值 由于没有确定一个新的转让价格 就把买价1600作为它的供引价值了 那么1600减掉谁 12 这叫供引价值减掉出售费用后的金额 1600减掉12的多少 是不是1588呀 对吧 是它的金额 而我们不划分为持有代售利别情况下的入账价值呢 是1600 取缴低者1588 作为持有代售资产的入账价值 而我们拿出去的钱呢 1600 这样的话出现借方差额寄掉资产减值损失 分析 情形一 情形一呢 不把它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的情况下的入账价值呢 1600 那么供引价减掉出售费用后的金额呢 刚才说过的1620减掉12 1608 取缴低者1600 借持有代售资产贷银行存款就可以了 没有差额 情形二呢 那么供引价值减掉出售费用后的金额呢 1600减12 1588 而不把它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情况下的入账价值呢 是1600 取缴低者1588借持有代售资产 而我们花掉的钱 但银行存款1600 借方差额12万元资产减值损失 注意这个资产减值损失 后续是不得转回的 后面再做解释 第二个标题 第二个标题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之时 这些流动资产是针对单向资产了 那么报表日呢 如果说它的账面价高于供引价减掉出售费用后的金额最新的数字 那就要进一步提减值 我们要借资产减值损失 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减备 相当于是补贴减值了 那么那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 报表日呢 供引价值减掉出售费用后的金额增加了 以前减积的金额应当予以恢复 并在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之后的 非流动资产所确认的减值损失金额内来转回 转回的金额呢 记住到当期损益 分录呢 是借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减备 代资产减值损失 反着做就完了 但是呢 注意 报表为持有代售类别之前确认的减值损失不得转回 为啥 非流动资产 报表为持有代售类别之前的减值呢 是执行八号准则 我们前面不是讲过吗 八号准则 八号准则规范的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 以后期间不得转回 那么下边呢 谈到的是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 不应当集体折旧 也不应当贪销 因为从 因为它实际上呢 涨了一个非流动资产的壳子 事实上呢 实际上呢 已经具有流动资产的内涵了 没有必要提折旧 也没有必要贪销了 例题 承接前面的那个例子 那么17年3月底报表日 公司L卖方与公司N买方 签合同 转让所持M的全部股权 转让价格呢 是1607万元 公司L 这是卖方呢 预计还将支付8万元的出售费用 因为前面讲了两种情形的处理 是吧 一种呢 是确认了减值损失 一种是没有确认 那么下面我们也是对应这两种情形 看看后续怎么做 报表日 情形一呢 那么情形一 大家注意 我们前面取得的时候是咋做的 借持有代售资产 代银行存款 是不是1600万元呀 没有确认减值啊 那么到资产负债表日3月底呢 最新的供应价减掉出售费用后头金额 那你得用1607 是不是减掉8了 这两个数都变了 之前是多少来着 我们回去查一下 之前的出售费用呢 是12 是吧 供应价值呢 在情形一里边呢 是1620 那现在都变了 变的话 我们按照新的数字算一下呗 1607减掉8的结果是多少 是1599 是最新的供应价减掉出售费用后的金额 而我们账上的金额是多少 1600万元 1600大于1599 就意味着要干一件啥事啊 要具体减值 所以1万块钱呢 借资产减值损失 带什么 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 那么对应前面情形二呢 我们在取得的时候是咋做的 是借了持有代售资产1588 带银存1600 借方差额12万元 走资产减值损失了 现在什么情况 现在呢 供应价值减掉出售费用后的金额 1607减8 刚刚说过的是1599 而账面价值的1588 按照二者熟低来计量 不需要进行账务处理了 有人说 那你不应当把原来提的那减值给转回吗 我说过了 这个减值损失啊 可以把它理解为 划分为持有代售里面之前非流动资产 提的简直 不让转回啊 这是第一个 针对单项的非流动资产 那么下边第二个呢 是持有代售的储制组 它的后续计量 第一个步骤呢 是先解决这个储制组里边 按照其他准则来计量的那些项目 包括什么来着 流动资产 是用其他准则计量的非流动资产 和负债 算他们的账面价值 怎么算呢 按照它原来的准则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比如说金融资产 你按照金融工具准则 该调供应价值 你就调供应价值去呗 来 那么第二个步骤呢 是再计算减值 我们进行上述计量以后 这些已经解决完了 比较持有代售 储制组整体的账面价值 与供应价减掉 出售费用后的净额 如果前者高于后者 那就提减值呗 提减值的分路呢 借资产减值损失 带什么什么 持有代售的减值准备 因为这里面是储制组是吧 所以整个储制组的减值损失呢 还得进行第三个步骤的分摊 分摊的原理 跟资产减值准则里面 资产组减值损失分摊的原理 特别的像 如果说这个储制组里面 有商誉的话呢 它最不靠谱是吧 所以先抵减商誉的账面价值 抵完了以后剩余的 我们再根据储制组当中 适用本准则计量规定的 各项非流动资产 账面价值所占的比重 按照比例来进行分摊 抵减他们各自的账面价值 我们前面说过分摊 如果说是从外部来的 往往是公运价值比例 如果是内部的呢 账面价值比例 那这个就是账面价值的比例了 适用本准则计量规定的 非流动资产 那么主要是这些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还有成本模式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那一般呢就是这四个 站在考试的角度 比较愿意考的是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还有一个是长期股权投资 那下面呢是转回减值 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如果说处置组供应价 减掉出售费用后的金额增加了 原来减计的金额应当恢复 并在划分为持有代售这笔 之后 适用本准则计量规定的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等等 确认的减值损失 金额内来转回 转回的金额呢 我们应当根据处置组当中 除商誉以外 适用本准则计量规定的 各项非流动资产 账面价值所占比重 按照比例增加 他们的账面价值 转回的金额 寄入到当期损益 这句话 有一个信息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在转回的时候 商誉的减值损失 可以转回吗 不可以 也就是说 商誉啊 不管有没有把它 划分为持有代仇类别 它的损失已经确认 都是不得转回的 两个提示 第一个呢 是以抵减的商誉账面价值 以及适用于42号准则 计量规定的非流动资产 但划分为持有代仇类别 之前确认的减值损失 不得转回 也就是说 商誉 不管有没有把它 划分为持有代仇类别 减值损失 不得转回 那么第二个提示呢 说持有代仇的 处置组当中的非流动资产 不应当集体折旧 不应当贪销 那么持有代仇 处置组里边的负债 和适用其他准则计量 规定的非流动资产的利息 或者说租金的收入 金融资产的利息 还有这个投资金房内产的 这个租金收入 支出以及其他费用 应当继续预议 确认 按照相应的准则就行了 总结一下 哪些可以 哪些减值可以转回 哪些减值不可以转回 可以转回的 包括存货跌价准备 金融资产的减值 划分为持有代仇利别之后 非流动资产的减值 以及地盐所得税资产 那么不可以转回的 就是8号准则里面规范的 包括商业 划分为持有代仇利别之前的 非流动资产的减值 8号准则规范的 非金融长期资产 按照新租赁准则 还得把谁涵盖进来呢 纳入进来 就是使用权资产 的减值损失 也是不得转回的 那么第四个小标题 是不再继续划分为持有代仇 类别的伎量 就是对方毁昏了 不满足持有代仇利别 划分条件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是按照下边两个数的 小低者来计量了 一个是划分为持有代仇利别 之前的账面价值 按照假定不划分为持有代仇利别 情况下本来应当确认的 折旧贪消或减值等等 进行调整后的间隔 比如说这条线段 所代表的期间 是持有代仇类别的划分期间 这段期间 针对固定资产数不提折旧了 而到这个点上 对方毁昏了 我们要重新化回为 正常生产经营用的固定资产 那怎么办呢 在这个点上 按照两个数的较低者来计量 其中一个数是 从这个点的账面价值开始算 你得减掉这段期间 应当具体的折旧了 因为你原来这段期间提折旧了吗 没提 现在得提了 算出来这个点上的账面价值 还有一个是这个点上的可收回金额 那么注意这个点上的可收回金额 不是持有代仇的这种状态 下的金额了 是正常持续使用的这个状态下 它的金额是多少钱 那么这个可收回金额 得按照8号准则算 取两个数的较高者 还记得吗 一个叫做供应价值 解掉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还有一个未来现金流量的折限值 那么如果说前者 账面价值 就这个点上的账面价值 大于什么 这个点上的可收回金额 差额要具体减值 这个减值是持有代售的减值吗 是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等他们的减值 然后这方是资产减值损失 第五个是终止确认 将来有那么一天把它卖掉了 如果还有尚未确认的利得损失 把它记住到当期损益怎么样 这不就行了 科目呢 如果是持有代售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处置组的话 我们使用的损益类科目叫资产处置损益 那么如果是持有代售的长期股权投资 持有代售的金融资产 持有代售的投资性房地产 必然用原来的科目 投资收银对应长投 包括金融资产 那么如果是谁呀 持有代售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是留存收银 那么投资性房地产的话呢 我们确认其他业务收入 结转其他业务成本就可以了 那么以持有代售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为例 分路是这样的 收到钱净价款 借银行存款 但持有代售资产 把持有代售的账面余额充了 借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 相当于是把持有代售资产的 账面价值给充掉了 有没有同学这块有疑问 说老师 你怎么不把持有代售资产的 累计折旧给充掉呢 持有代售资产不提折旧 那么产生的差额借到哪里去 资产处置损益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下边这个题 是承结前面两道例题 它们是一脉相承下来的 到2017年的6月25号 说公司L卖方了 为转让公司M的股权支付律师费是5万块钱 那处置股权相关的交易费用 是把它记录到投资受益 所以如果这个点上我们做一笔账的话呢 是借投资受益代银行存款 是5万块钱 那么6月29号呢 公司L完成了对公司M的股权转让 要对持有代售的长期股权投资 做终止确认 确认投资收益了 那么收到的处置价款是1607万元 那我们做分录的话呢 借银行存款1607 然后把持有代售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冲销 产生的利得损失 记住到投资收益就可以了 因为前面分两种情形处理的是吧 那么对应情形一呢 情形一我们当初初始确认是咋做的 闭上眼睛回顾一下 当初情形一 借持有代售资产代银存是1600 然后到三月底的时候 给他提了一个减值还记得吧 重新计量就是后续计量的时候 借资产减值损失代 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呢 是1万块钱 那现在怎么样 现在把它卖了 付的费用呢是借投资收益 贷银行存款5万块钱 那我们下面这个分路呢 就是终止确认了 收的钱多少 前面告诉了是吧 前面告诉是1607了 借银行存款 然后把持有代售资产的账面余额 1600贷方充了 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的余额呢 1万块钱从借方充了 就是我们之前提的那个减值 就在这儿了吗 给它充掉 差额呢 还有8万元的利得 寄到哪里却投资收益 那么对应前面情形2呢 闭上眼睛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针对情形2咋做的 最初呢 取得的时候是借了一个 持有代售资产 1588 带了一个银存1,6 借了一个减值损失呢 是12万 然后到3月底的时候 因为供应价减掉出售费用后的金额 1599比它高 不需要进一步提减值 那么这个减值呢 因为是属于划分为持有代售利别之前确认的 也不让转回 所以说就维持账面价就维持谁了 1588了 现在怎么样 卖掉了 付到费用 借投资收益带银存 5万块钱 然后卖掉收的钱 1607借银行存款 把持有代售资产的账面余额1588冲掉 还有未确认的利得19万 把它寄到投资收益的贷发 就可以了 那挺简单的 而下面呢 讲一道稍微复杂一点的计算分析题 这题是我自己编的 甲公司为一家 集电子产品研发与销售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二某17年至二某18年发生相关交易或事项如下 第一个二某17年的7月1号 与已公司签订了一项不可撤销的生产用设备的转让协议 那么约定二某18年2月1号办理完毕财产转移手续 超过一年了吗 没超过一年 那么合同加款的是240万元 预计出售费用是5万块 设备的账面原值450 也一提借用的是200 上课使用5年没有提借值 设备在当前状态下是可以立即出售的 出售也是极可能发生的 协议都有都满足条件了 所以要在7月1号这一天 把这个设备划分为持有待售这一遍 当然怎么样 我们需不需要把当月的折旧记提出来呢 这就比较烦人是吧 因为是7月1号怎么样 就签协议了 年初就把它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当月的折旧就不需要记得了 把它原来提的折旧200充了 账面原值450充掉 按照账面价值转持有待售资产就可以了 当然得拿持有待售资产的账面价分谁比 跟供应价值是240充掉出售费用后的金额5 做一下比较 前者大约后者要提什么 减值准备的 别忘了这件事情 那么第二个资料呢 是针对处置组了 说二某17年11将一家销售门店整体 与炳公司签订转让协议 那么约定二某18年51之前 办理完毕财产转移手续 是不是没有超过一年 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格310万元 那最初的后面可能要调 预计的出售费用是10万块钱 那么转让当日呢 该销售门店的资产负债情况如下表所示 这里边看看 有银行存款20万 库存商品是20万 这一栏给的是账面价值 那么它已经具体的跌价准备是5万块钱 就意味着库存商品的账面余额呢 20加5 25万元倍 来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180 以提折旧是40 以提减值是10万块 你说它的账面余额是多少 180加40加上10倍 那这是50 180加50是230 这位置写出它的账面余额 因为我们后面作账要用到 库存商品是多少 是25 固定资产是180加上50是230 有问题吧 无形资产 账面价值120 以提摊销是20 以提减值是10 这样的话账面余额呢 这个加起来是30 120加3呢是多少 是不是150万元呀 那么其他债权投资是金融资产咯 注意它的计量是执行金融工具准则 就即便把它划分为持有代数列别了 后续计量也是按照金融工具准则来了 那么它的账面价值50 以前期间累计确认的供应价变动收益 那是5万块钱 这5万块钱当时怎么做的 是借其他债权投资供应价值变动 带什么 是不是其他综合收益呀 是其他综合收益 5万块钱 那么等到加拿大有那么一天 把这个门店脱手了 终止确认了 那你得把其他综合收益转到哪里去啊 转到损益当中去 商与是10万块钱 这里面有商与了 你琢磨琢磨 我们算处置组的减值损失 在分摊的时候得先冲谁呀 得先冲商与的涨并价值 然后呢 再冲这里边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因为这个处置组里边 只有这两个项目的计量 适用于持有代售这个准则 资产的合计是400万元 那么应付账款是负债的50万 负债的合计是50万元 这两个数呢 我涂成黄色了 要资产的合计400 减掉负债的合计是50 那就意味着这个处置组啊 大家注意这个处置组 这个处置组的账面价值是多少钱 可以把它理解为净资产 要400减掉50呢 是350万元 那么我们算这个处置组的减值损失呢 得用这个处置组的账面价减掉谁呀 减掉处置组的供应价值减掉出售费用后的净额 310减掉10呢 是多少 这个净额 310减掉10呢 是300万元 你看看 处置组的账面价值呢 是350看到了吗 而处置组的净额呢 是300 350减掉300的差额 50 是这个处置组的减值损失 就是整个这个处置组的减值损失是多少钱 是不是50万元啊 那么这50万元如何来分摊呢 因为这个处置组里面有商业多少钱 商业呢 是10万块钱 那这50万得先冲商业 把它冲到零 剩了多少 剩到40分给谁 分给固定和无形就可以 怎么分 按照账面价值180和120的比例去分摊就可以了 一个呢 是你看他来相加是300 三百分之一百八 三百分之一百二 小学数据问题啊 该门店的转让 在当地有类似的交易 且在当前状态下呢 是可以立即出售的 那就意味着 因为这边说了出售 协议的钱呢 极可能发生 又是可立即出售 持有代售类别的划分条件 两个同时满足了 我们就要在哪一天呢 签写一的十一这一天 把这个处置组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同时要怎么样 提减值 别忘了 分摊 第三个资料呢 是二亩17年资产负债表日了 销售门店还没有转让 要对他进行后续的计量 那么其他债权投资的供引价值 由原来多少啊 在10月1号这一天看看是多少 是50变成现在多少钱 70 上涨了多少钱 那么上 其他债权投资的供引价值 上涨了20万元 那我们得按照金融工具准则处理 先解决它 进到哪去 其他综合收益倍 原来其他综合收益有多少 是不是这边有5万块钱啊 我们这边又有多少呢 又确认了20万元 加起来呢 是25万元 等到将来这个处置组啊 做终止确认的时候 要把这25万元的其他存活收益呢 重复这到损印里边 那么其他资产负债的价值不变 别人说呢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不提折旧 不提啊 因为已经把它划分为什么 持有代受 类别了 像什么 这个 营养存款不涉及到这个价值在改变的问题 存货呢 也没有进一步的提低价准备 也不涉及到转回的问题 那么处置组的供应价到报表日呢 变成了340了 我们当初只是敲定了一个最初的价格 后面再调 随行就是啊 这都懂 那么预计的处置费用呢 是变成15万 那么最新的 大家注意我们要算一个最新的供应价减掉出售费用后的性格 340减掉 340减掉食物的多少 食物的325啊 这样一个数字 这是最新的 最新的 我们要拿它跟谁比 跟账面价值比 看看是补提减值还是说转回减值的问题呗 如果说转回的话 商业能转吗 商业减值损失不可以转回的 第四个呢 是2018年1月1号 甲公司和乙公司办理完毕 我们前面第一个资料里面那个设备的转移手续了 实际收到的价款是240万元 支付的处置费用是3万块 净价款 240减掉三是多少 237借银行送款 然后呢 把持有代售资产账面余格充了 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 进方冲了差额寄到哪去 资产处置损益 第五个资料 二毛19年的4月1号 甲公司和乙公司办理完毕 销售门店的转移手续 实际收到的处置价款350万元 发生的出售费用是20万 净价款呢 他们两个的差额 楼上 330 借银行存款 把持有代售资产的账面余额 持有代售资产的减值准备 统统都充掉 持有代售负债 也都充了 差额寄到哪去 资产处置损益 因为是一个处置组 同时千万别忘了 其他综合收益有多少 25万元 转到哪去 跟它保持一致呗 转到资产处置损益就可以了 那么假定不考虑相关税费 及其他因素 这个题的背景资料到这块呢 就结束了 要求其答案 第一问 根据前面资料 一计算该向设备转为持有代售 类别时 应当计题的减值 编相关的会计分路 那么处置时的账面价 原值450 折旧是200 因为1月1号就转了 所以当月的折旧就不需要提了 250 那你说如果1月2号呢 就得提 那么供引价减掉 出售费用后的金额呢 是240-5 235 250减掉235的差额15万元 借分路怎么先 我们先是把固定资产的账面价 充掉是吧 带固定资产450 借累积折旧的是200 借持有代售资产的是250 随后呢 提减值 借资产减值损失 是带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 是15万元 那么第一问 是不是就做完了 第二问说计算该处置组 转为持有代售时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应当具体的减值损失 并编制相关的会计分路 来我们先算处置组的账面价值 前面都已经算过了 资产是400 负债是50 那么400减50的差额是350 整个这个处置组在10月1号那天 供应价值是310 出售费用的是10 310减10的差额是300 用350减300的差额50 前面是不是已经算好了 是处置组整体的减值 来吧 那我们先冲谁啊 10万块钱的商业 剩下40万元的在固定和无形之间进行分摊 分摊的标准前面也都分析过了 按照账面价值的比例 我们用40总数乘180加120分之180 是分给谁的 固定资产的24万元 那我们用40的总数乘上 180加120分之120分给谁的 是分给无形的有16万元 分路怎么写 先把这个处置组里边原来的资产负债给冲了呗 我们确认的是持有待受的资产 我们确认的是持有待受的负债 那么这个分路 有一些细节问题 我们一个一个说吧 先代掉旧的 然后再确认新的 这是我做分路的习惯 那你看看 站在什么呀 站在年轻人谈恋爱的角度 如果不是谈一次恋爱的话呢 你不得先结束旧的那一段再开始新的这一段 你不能说脚踏两只船啊 不能当海王对不对 那什么人品了 来我们代掉旧的在哪呢 在这呢是吧 代银行存款的是20 一对一的吧 我们借持有待受的银行存款 持有待受资产 这是一级科目了 二级科目的是银行存款20万元 这就完事了 那我们代掉库存商品的账名余额 前面是不是给大家写了 那个表格还记得吧 右侧我延伸的 25 借啥东西 持有待受资产 库存商品 25 因为 我们原来那个库存商品呀 它具体过跌价准备是多少呢 看看是多少 是55 从借方充了 借存货跌价准备5万块钱 代一个持有待受资产减值准备 二级科目存货跌价准备是5万块钱 就是把减值准备对应也给划过来 我们代掉固定资产的原值 230前面也都算过了 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是多少呢 借累积折就40 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是10 就把原来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给冲掉了 多少呢 230的原值减掉40的折旧 再减掉10的减值 180是它的账面价值 我们按照180借持有待受资产固定资产 就可以了 再来 我们代掉无形资产的原值150 借累计摊销20借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是10 把它的账面价值就给冲了 多少用这个是150吧 减掉3120 按照账面价120借持有待受资产 无形资产 这个也做完了 还有别的吗 到这我们先暂停一下吧 因为我知道善于思考的同学已经有疑问了 老师 这里面减值准备的处理咋不一样呢 发现了吧 因为存货低价准备对应给画过来了 原来的存货低价准备 借方冲了 而代方呢 确认了一个持有待受资产减值准备 存货低价准备 5万块钱 而这里边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既提的什么 减值准备 就这哥俩啊 借方给冲了 是吧 那你代方怎么没有带一个持有待受资产 给它恢复呢 知不知道什么原因呀 为什么把存货低价准备 从代方给恢复了 换了一个一级科目 叫持有待受资产减值准备 因为划分为持有待受类别 就是在持有待受类别的这个期间啊 我们这个存货 就是划分为持有待受类别的这个期间 资产负债表示 如果说存货的价值恢复了 可不可以转回 是可以转回的 就是原来提的那个减值是可以转回的 因为存货低价准备 它执行的是存货准则 是可以转回的 而这里边之前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呀 能转回吗 不能转回呀 就是这是之前已经提过的 就是作为划分为持有待受类别之前 按照8号准则计题的减值 这两个减值是不允许转回的 不允许转回我们有 我冲了就冲了呗 有没有必要待放再给它恢复一个持有待受资产减值准备 就没有那个必要了 那接着说 带其他债权投资50万元的账面价充了 我们要借持有待受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是50 带商业10万块钱充了 我们借持有待受资产商业是10万块钱 那这个分落做完了吗 这笔分落就做完了 就把原来的资产项目 转到持有待受资产项目里面去了 那下面还得把负债应付账款从借方充了50 带方确认一个持有待受负债是50 下面就解决减值损失的确诊问题 总的减值的是50 借资产减值损失 那么带方持有待受资产减值准备 商业的是10 固定资产24 无形资产16 我们前面这两个数字都已经算过了 第二问做完了 第三问根据资料3 计算二某一期年末 应当既提或转回到减值金额 边相关的分落 相当于是持有待受的后续计量 有两种方法 要么是补体减值 要么是转回减值 先说方法一 组织组补体减值的情况下 它的账命价值 就是在10月1号那天 假定补体减值 那么到资产负债表示 它的价值应该是多少 你琢磨琢磨怎么算 那就是在10月1号350的基础之上 加上金融资产供应价值上涨到20万不就可以了吗 10月1号啊 划分为持有待受这边之前这个储制组资产是400负债是50 400减50 350是那个点上不提减值情况下的账命价 那么到报表日呢 这里边金融资产又涨了20 加上没 结果是多少 370万元 那么最新的供应价减掉出售费用后的金额 前面都给了 340减掉15 就是资产付来表日这一天的 325 要370减掉325 这是什么 这是减值的总额 持有待受资产减值准备 应有的余额总数45 而我们之前是多少呢 我们之前在持有待受类别划分的那个点上 确认的减值是50啊 是不是刚刚用过那个数字 而到资产负债表示总数应该是45 你原来账上有50 多提了多少说吧 多提了5啊 所以呢转回的减值呢 是50减掉45 5万块钱啊 转回的这5万块钱怎么分呢 商与不能转回 那就在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这哥俩之间进行分摊 依然呢是账面价值的比例了 其中固定资产转回的减值呢 是補程上这样一个比例不再解释了 3万块 有人说呢 到报表日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 是这个数 是啊 因为化分为持有代售里面之后的不再提减值 他不再提折就不再贪消了 跟化分为持有代售里面那个点上是一样的 比如说那个点上提减值准备分摊了 你是按照比例分的呀 所以这个比例是保持不变的呀 小学数学问题 不是快捷问题 那么原来固定资产提的 持有代售的固定资产提的减值呢 是24 我们前面算过 现在转回多少3 把这3万块钱减掉 那他的余额还有21亿呀 为什么要算这个余额呢 因为后面终止确认要把这个余额给冲掉 无形资产应当转回的减值 也是按照比例转 算出来的结果 看看是2万块钱 那么原来持有代售的无形资产提的减值 那是16 减掉转回到2 结果呢是14 是他的余额 这个余额将来终止确认的时候 也要把它冲掉 伤育的减值损失呢 是不允许转回的 这是方法一听懂了吧 那么方法二呢 这个方法一的原理就是用应提数减掉以提数 应提数减掉以提数这个算法 我最早是在存货那张给大家讲的 如果你忘记的话呢 再去复习复习 方法二 没有必要说分两步来算了 一步就下来算 得了 补提或转回减值之前处置组的账面价值 那么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那个点上提完减值以后 它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就是那个点上的 那个点上的供允价减掉出售费用后的净额 300 应该还有印象吧 就是10月1号那个点上 供允价值减掉出售费用后的净额 提完减值就是它了 再加上什么呀 再加上报表日其他债权投资供允价值上涨到20 看看是多少 320万元 而最新的供允价减掉出售费用后的净额是325万 刚才也算过了 怎么样 我们原来的账面价值是320 现在的净额是325万 那你得恢复 恢复到这个数字 325减掉320万 那差额是5万块钱 就是赚回的净额 那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 喜欢哪一个就用哪一个 那下面这个提示呢 就是换一种假设了 如果持有代售处置组的供应 减掉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大于划分为持有代售 类别支持的账面价 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支持的 那个账面价 就是不提减值的话 它的账面价前面说过了 是这里面的资产400 减掉这里面的负债50 差额是350万元 如果到资产负债表示 这个处置组啊 它的供应价值减掉 出售费用后的净额 出售费用后的净额 比这个还要大 我们要不要把 这个处置组里边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在划分为持有代售那边 之前具体的减值给恢复呢 不要 最多转回持有代售的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和持有代售的无形资产 减值准备是40 固定资产的是24 无形资产的是16 就是我们在10月1号那个点上啊 总的减值50 冲完商运10之后的那个40 最多把这40怎么样给转回 那么持有代售的商运减值10 不让转回 把分为持有代售那边之前固定资产的减值10 和无形资产的减值10 是怎么样 不得转回的 分落 我们先解决金融资产的计量 借持有代售资产 其他债权都此 代其他存活受益 是20万元 那下面这个分落呢 是转回减值 借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是3 无形资产的是2 那么代方充资产减值损失5万块钱 第三问就做网络 第四问 根据资料4 计算处置设备确认的损益 影响金额 并编制与处置该设备相关的分落 那么净价款240减掉3 减掉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呢是 用它的持有代售的账面余额250 减掉机体的减值15 两个数一做差 2万块钱分落 借银行损款 就是这个数字了 237 但持有代售资产的是 250借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15 差额 还有2万块钱的利得呀 把它寄到资产处置损益就可以了 第五问呢 根据资料5 计算处置销售门店影响当期损益的金额 并编制相关的会计分落 要处置的减价款350减掉20 减什么东西值得吗 减掉处置组在上一个报表日的账面价值 上一个报表日的账面价值就是转回减值后的那个金额 还记得吧 其实就是上一个报表日最新的供应价值减掉出售费用后的金额 325 如果说这个数字大家已经忘记了 我们到前面再去找一下呀 在哪呢 是不是吗 这是最新的供应价减掉出售费用后的金额 325 就是上一个报表日 转回减值以后这个处置组的账面价值 要处置的减价款 350减到20 把处置组的账面价值325给减掉 那不就是要记住到损益吗 另外千万别忘了其他综合受益要重分类进损益 多少 25万元 最初呢 是5 到上一个报表日呢 又调增确认了20 5加20呢 是25 最终的结果30万元 分落 这个比较长 借银行存款是330减价款 我们把持有代售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都充了 那么持有代售资产银存是20 库存商民25 固定资产180 无形资产120 那么其他债权斗资呢 是50 原来的50 加上后来又涨了20 70 商与10 这是账面余额充了 那么借方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固定资产 上一个报表日转回完了以后 它的余额21 我们前面算过 那么无形资产的是14 也算过 商运的是10 它没有让转回 那么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存货 电价准备一直没动 是5万块钱 充了 还有谁呢 这样的话 持有代售资产的账面价就充掉了 还有一个是持有代售负债50 从接方充了 产生的差额寄到哪去 资产处置 因为它是一个处置组 处置组的话呢 最终处置的利得损失的核算科目 是资产处置损益 随后呢 我们把其他作为125 重复那道损益 按照我们教材的做法 是使用了资产处置损益 因为是放到处置组里面 所以这边就不把它转到投资收益了 注意它的这个特点 这个题就给大家讲完了 第二个大的问题讲解完毕 第三个大的标题呢 是持有代售类别的猎豹 按照财务报表猎豹准则的核心原则 资产负债不可以随意抵消 所以呢 持有代售资产 持有代售负债也不例外 不应当相互抵消 总额猎豹 那么项目呢 是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因为资产负债表要按照流动性去列罢 对于当其首次满足持有代售类别 划分条件的非流动资产 或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的处置组 当中的资产负债 不应当调整可比会计期间的资产负债表 比较报表还按照原来的项目去列罢 即不对 其符合持有代售类别划分条件 之前各会计期间的资产负债表 进行项目的分类调整 或重写列报 提示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在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 那也就是资产负债表日后期间 如果满足了持有代售类别的划分条件 我们应当把它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 非调整事项来计划会计锤 不把它作为调整事项 那么并在报表付诸当中 披露相关的细细 因为调整事项是对资产负债表日以存在的情况 提供新的或进一步证据的事项 在之前就有了 而我们这个在之前还是正常的什么样 生产经营用的状态 是在日后期间 八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你就别把它作为调整事项进行处理了 那么这节课就给大家讲解完毕 谢谢各位